晚安 欢迎收看今天台式晚金新闻 我是李如 我国的本土新增确诊人数 比起昨天稍微下滑一点点 在今天数字是来到了64,972个人 不过呢 却一口气新增了217例的中重症个案 还有41个人染疫死亡 双双创下新高 另外呢 今天也出现了首例 产妇重症的状况 那么由于现在确诊的人数呢 是不断的飙高 指挥中心专家会议也决议了 开放65岁以上的长者 还有免疫力丁下的族群 可以接种第四剂疫苗 而现在面对本土确诊数 没有暴冲型飙高 是否代表疫情曲线 呈现缓坡型发展呢 对此指挥官陈志中坦言 确实缓坡会让疫情的时间 拉得更长 但只看一天的数字 还很难判定 台湾本土疫情稍不停 13号新增6.4万人染疫 虽然较前一天下滑 但重重症人数却激增217例 当中还有一名20多岁女子 在生产后大出血验出阳性 派是我国首帝产妇重症个案 至于新增的死亡人数 更多达41人 同样创新高 从之前的万分之二 然后就上升到万分之2.4 今天已经来到万分之2.8 从英国的数据也告诉我们 他们的80岁以上的群组 完全没有接种疫苗的致死率 是百分之22 以上这来说 因为免疫力就差 感染后反而不容易扒高烧 倒是要留意四大危急征兆 包含嘴唇八指 呼吸困难 意识改变和胸口闷痛 都要立刻就医 最怕重重症死亡数标升太快 指挥中心专家会议也决议 让65岁以上长者 还有免疫力低下族群 只要间隔5个月 就能施打第4剂疫苗 最快下周开放施打 而面对五国本土确诊数 不升反降 有专家研判 疫情的高峰期 有延迟可能性 意味全民要长期抗战 等到秋冬 还可能面临病毒再次演变 抗疫之战 有可能拉长到明年 至少到明年春天以前 我不认为我们会 会活在一个没有 没有新冠肺炎的时代 相对的缓坡 那时间就会拉得比较长 不过只有一天的一个情况 也很难判定 但有专家分析 只要达到群体免疫 还是能提早解封 以五国目前境外 加上本土确诊数 累计63.5万人染疫 占全人口2.7% 加上第三剂疫苗接种率 和大约5到10倍的染疫黑数 三者合计数字 只要再拉高 群体免疫力达到八成 预计六月底就能解封 指挥官程中也回应 如果能够当然最好 但还要再做观察 就会听我们一声 特别有动 中文字幕志愿者